陕甘总督以及甘肃两任不正持相继被抓 但是案件却毫无进展 甘肃全体官员众口一致拒不招任 办案官员李世尧无计可施 如何在铁板一块的甘肃官场寻找缝隙 打破这个腐败集团的攻守同盟 系列节目 清朝集体贪腐 第一档案 特邀国家行政学院焦力为您讲述 第六集 铁板上的立凤 乾隆三十九年 王胆旺平调到甘肃出任不正时 为了获得升迁 他编造了一个冒阵捐尖的泥天大王 三年后顺利的容身而去 但是已经扩展到整个甘肃的这场现局 并未因此结束 继任者王庭藏 面对整个甘肃官场的腐败 回天乏力 最后也被迫成为其中一员 就这样 在全省官员串通一气的蒙蔽之下 这起发生在甘肃的集体贪团案件 一直被隐瞒了长达七年之久 直到甘肝祖宗勒尔锦 因平坦不利突遭逮捕 事情才突然有了变化 为了避免路姑马脚 荒乱底下 王胆旺与王庭藏 主动向皇帝缴纳巨额一罪银 志不花钱消灾 拿成想 这一举动反而增添了乾隆对他们的怀疑 针对甘肃捐歼冒阵的调查 也由此拉开了大幕 那么王胆旺等人面对调查 会如何应对呢 乾隆皇帝的调查 也能不能顺利展开 然而令乾隆没有想到的是 乐尔锦 王胆旺 王庭藏三个人 虽然不在一起 但是好像约好了似的 对于捐歼冒阵一事 全都是口否认 而对于甘肃大小官员的调查结果 也惊人的相似 所有的人都不承认有捐歼冒阵之事 乾隆的怀疑 没有得到任何的证据支持 咱们先看对王胆旺的审问 王胆旺共称 他在半捐的过程中 确实听说过 捐歼改收粮为收银一事 但这是其下属私自所为 他呢曾经就此事责备过下属 后来考虑到收银以后 可以补够粮食 所以也就不了了之了 王胆旺此共 不但不承认冒阵贪污 而且还将改收折色的责任 全部推到了鼠元身上 而且他特意强调 他的本意在于捐多骨多 至于分肥入己之事 那是绝对没有 再看乐尔锦是怎么说的 他说 我最初奏请恢复捐歼粮食 并无折色收银一事 后来封文有折色之说 也问过当时的不正式王胆旺 但王称并无其事 于是我信以为真 没有再过问 王庭赞的供词 与乐尔锦王胆旺如出一辙 也说对于捐奸的事 他只是宏观把握 具体事物都是由兰州知府 和其他鼠元一手操办的 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乾隆意识到光这么问 是问不出什么名堂的 因为如果没有真凭实据 王胆旺 乐尔锦 王庭赞等人 就会不断的狡辩 搪塞 推托 乐尔锦 王胆旺 王庭赞 这三个省里的主要领导 不是把责任都推给下属了吗 那就接着往下查 把每一个相关人员都审一遍 乾隆心想 我就不信 找不到透风的墙 于是乾隆皇帝命身在甘肃的阿贵 李世尧逐一调查甘肃的大小官员 试图从他们身上找出突破口 揭穿王庭赞等人的谎言 可这事儿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因为这起弊案已经涉及到甘肃全省 几乎所有的官员都参与其中 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 没有人透露任何信息 那么接下来调查该如何进行呢 一点进展都没有了 阿贵李世尧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就在案件调查停滞不前的时候 京城里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 为案件调查带来了曙光 乾隆46年6月24日 也就是王庭赞 奉皇上旨意到达热河不久 位于北京前门地区的联兴帽铺店主张杜仲 拿着沈阳圆通帽铺的伙计 何万有寄存在店里的衣服 报官 据张杜仲共称 三天前 联兴帽铺突然来了一位熟客 圣经也就是沈阳 原有通帽铺的伙计何万有 张杜仲亲自将他迎进来后 还没雇上寒暄 形色匆匆的何万有 便将一副衣搭交给了张杜仲 托他代为保存一段事件 因为联兴帽铺 一向与原有通帽铺 有生意往来 所以张杜仲虽然疑惑 但也不便推辞 当场收了下来 何万有呢 随即匆忙离开 不知去向 张杜仲收藏一搭的时候 发现一搭非常沉重 其中必然藏有物品 当时便起了疑心 但是由于有承诺在先 也没有打开来瞧 只是如约将一搭收藏起来 然而就在这两天 京城封传 甘肃捐监击毙案发 王庭瓒 此时正在热河 避暑山庄觐见皇上 据传已经被拘押审讯 张杜仲知道 原有通帽铺的背后东家 就是现任甘肃部政使 王庭瓒 当即联想到 那个可疑的一搭一事 立即打开检查 结果发现 一搭里面竟然藏有六十根金条 总共重达四百七十一两 当时黄金是十分稀少之物 张杜仲一个普通老百姓 哪里见过这么多钱 吓得目瞪口呆 想到原有通帽铺是王庭瓒 出资所见 这位联星帽铺店主 恐有妨碍 于是就赶紧跑到衙门 报案来了 留守经师的大学士英联 得知了事情的经过之后 如获至宝 认定这是甘肃部政使 王庭瓒 刻意在转移赃款 立即将此事报告给了皇上 乾隆听说 这个寄放金条的何万有 是沈阳原有通帽铺的伙计 而沈阳原有通帽铺的背后 东家又是王庭瓒 十分兴奋 立即下令 奖励举报人 联星帽铺店主张栋柱 并且发出了告示 通缉何万有 当审讯王庭瓒的时候 他却一口咬定 六十根金条 是在甘肃用银子换的 想到经理仍变换银子 以做甘肃军需杂项之用 把金条交给相长认识之何性 托其代为兑换 听起来这个理由倒也冠冕堂皇 看不出有什么不妥之处 还显得王庭瓒 一心为国 以实际行动 支持朝廷在甘肃的作战 乾隆苦心安排 一心想查出甘肃捐歼冒阵的真相 但未求活命 王庭瓒等人 同一口径滴水不漏 那么事情接下来又会如何发展 乾隆深信甘肃捐歼必有蹊跷 但没有真凭实据 又怎能让贪官献出原刑呢 就连私自转运金条的事情 王庭瓒都能巧舌如簧蒙混过关 他还能有什么把柄让别人抓住吗 甘肃北京两地查案都没有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 又是什么意外事件的发生 让案件侦破再次显露曙光呢 系列节目 清朝集体摊子第一大案 特邀国家行政学院焦丽 继续为您讲述第六集 铁板上的裂缝 一个多月之后 官府在冀州的激流客店 发现了因为被官府追得走投无路 而自杀的何万有的尸体 及其遗书 六十根金条仪式真相大白 原来王庭瓒接到皇上 招自己去承德避暑山庄觐见的御令后 担心此行凶险难料 但是圣意难为也不得不去 为了谨慎起见 他决定把自己这些年来积聚的财产转移出去 这六十根金条正是王庭瓒想要转移的财产 由王庭瓒的心腹交给何万有代为保管 后来何万有因为觉得风声太紧 就将藏有金条的衣搭 寄存在一项有生意上往来的联心帽店 没想到联心帽店的店主胆小怕是恐有防案 居然跑到衙门报了案 随即牵出了六十根金条的主人 王庭瓒 随着案件的调查 官府发现 王庭瓒转移的财产还不止这些 他的心腹长随 王亮侯也帮着王庭瓒 转移了金业四丰 共四百零一两多 和白银一百零六丰 共六千七百两 到自己的家乡 王庭瓒个人财产数额巨大 远远超出他不正式的心腹 显而易见这些钱不是合法收入 按理说事已致死 王庭瓒理应认罪扶法了 然而王庭瓒不但去不认罪 反而还能对自己的巨额财产 给出较为合理的说法 他又是如何解释的呢 尽管王庭瓒转移财产 证据确凿 但是却并不能证明 他转移的财产 是从甘肃捐监茂镇得来的 因为清代官员经商非常普遍 比如和珅就是经商的高手 开有当铺银号几十座 王庭瓒和王胆旺等许多官员 都和和珅一样 在当官的同时还经营着许多生意 王庭瓒当然不会承认 这些财产和甘肃的捐监茂镇有关 他甚至不承认 自己知道甘肃有捐监茂镇之事 把责任都推到了下级身上 对王庭瓒的审问再一次陷入困境 那么这个案子究竟还能不能查得下去呢 北京甘肃两条战线接连失败的情况下 这个案子会不会成为一桩悬案 其实乾隆心里明白 王庭瓒等人死不认罪就是为了保命 因为一旦甘肃的事情败露 上下官员都是死路一条 横竖都是死罪 为什么要招供呢 如果有人愿意招 那必定是一个既了解一些内情 又涉案不深的人 因为只有这种人才能通过揭发简体 严肥宽大处理 但是这样的人到哪里去找呢 就在乾隆为此冥思苦想的时候 阿贵和李世瑶成交的一份名单 突然给了他一个意外的灵感 乾隆要他们两人重点清茶 王胆望任甘肃部政史期间 各道府州县负责捷报捐监银两的都是什么人 很快阿贵李世瑶就整理出了一份王胆望任内 历任道府及州县官员的名单报给皇上 看着这份长长的名单啊 乾隆皇帝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在这份几乎囊括甘肃全省官员的名单之外 乾隆发现了一个关键的局外人 他有可能使案件真相大白 那么这个局外人是谁呢 乾隆告诉阿贵和李世瑶 聂斯继续局外人 聂斯就是案查史 也就是省一级的监察官 皇上的一道御址让阿贵李世瑶茅色顿开 马上派人将甘肃暗查史福宁 请到了总督府来 福宁一路上是坠坠不安呢 见礼之后 李世瑶也不寒暄 单刀直入的问道 聂台大人 你知道甘肃捐监赈灾过程中 有没有什么不合法的事吗 福宁啊 一下子就愣住了 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因为不管如何回答 他都有过失 为什么 甘肃出了这么大的案子 作为案查史 如果他不知道 那他是失查读职 如果他知道了 却没有报告 那更是失职 读职 无论怎样 他都免不了受处分 所以 这位堂堂的暗查史 吓得站在那 不停的用袖子擦汗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看到福宁紧张成这样 李世瑶又放缓了语气 温言安慰道 福大人 你也不必过于紧张 我们都知道 你是涅斯 完全是局外人 这也是皇上的原话 福宁大感意外 有些不相信的问 皇上真是这么说的 李世瑶肯定的回答 对啊 皇上英明 知道捐奸赈灾之事 不是你的职责范围 福大人 你只需要将你所知道的 甘肃捐奸赈灾的情况 如实报告给皇上 就完全脱了干系 文听此言 福宁是又惊又喜呀 这几年 由于担心 自己在甘肃官场 无法立足 所以他对于全省上下 通通舞弊 冒阵捐奸之事 虽然也知道一些 但是却不敢弹劾 就这样 每天装聋作哑的混日子 其实心里也很纠结 现在皇上让李世瑶 严查此事 如果再不说 那错误就更大了 所以啊 福宁当即将他所知道的 甘肃省捐奸内幕 和盘托出 甘肃案查室 福宁透露了捐奸茂镇的内幕 案件终于有了重大进展 然而不久 李世瑶感觉到事情依旧不乐观 他发现 案查使福宁的作用极其有限 是福宁没有全力配合破案 还是甘肃官场这张腐败网 任性十足 一半是能力强而著称的 能臣李世瑶 又会采取什么措施 系列节目 清朝集体摊子第一大案 特邀国家行政学院焦力 继续为您讲述 第六集 铁板上的裂缝 这是清朝历史上 最大的一起集体摊子吧 两任顾政史主席 全省百一名官员相互传统 狂暴灾情 丝分振狂 蒙蔽前往长达七年时间 如此大面积的摊子 为何无人告发 当地民众又为何视而不见 案件因何度了马脚 面对集体摊子 想为何会派对一大看官 前去调 铁正面前 想用无何裁断 清朝集体摊子第一大案 防着他 所以他所知有限 具体到王胆旺是如何用冒阵开销掉捐监的银子的 福宁也无法提供更多的线索 只是说甘肃省各地方报灾树木 全都有布政史司决定 如果要了解更多 只能是去查阅王胆旺任内时 各属报捐实收及冒阵开销的原始账簿 于是李士尧连夜调阅了布政史司的账簿 咱们前面讲过了 布政史司可以让人查的账 那都是经过精心伪装的假账 仔细看完账本之后 李士尧竟然发现了一个重大的巧合 也就是凡是捐监人数多的地方 必然有干旱 阵营也开销的多 而捐监人数少的地方 则少有灾阵 实收捐生之多广 竟然与各州县被灾之轻重 如此契合 难道老天爷知道 哪里捐来的钱多 就在哪里闹灾荒吗 显然 这绝对不是偶然的巧合 而是王胆旺与地方下属串通侵蚀 冒阵开销 捐监款的实证 做假账的人 没有注意到掩盖这个细节 想不到 却被李士尧看出了破绽 当然 光凭这一点 还不足以确定 冒阵一定存在 毕竟世界之大 无奇不有 也许 真的就这么巧合呢 事情涉及到甘肃全省上上下下 上百名官员的身家姓名 仅仅怀疑是不够的 如何才能找到真凭实据呢 李士尧苦思冥想 终于找到了突破口 翻着一锣一锣 从表面看 刑事要件一应俱全 毫无破绽的暴灾丹 李士尧突然想到 何不实地去调查一下 哪个地方有没有灾害 不能光看暴灾丹呢 直接去问一下当地的老百姓 不就清楚了吗 于是 李士尧找出一些时间和距离 都比较近的暴灾丹 派人分别去暴灾的当地 进行实地调查 不久 调查的人回来了 汇报说 暴灾丹上记载的灾害 十之八九都是假的 当地根本没有那些灾害 就这样 经过实地勘察 假暴灾的事也搞清楚了 而且是证据确凿 下一步的调查 必须具体到甘肃省的每一个涉案官员 查出他们有没有将这些钱分赃入己 如果有 如果有又是如何舞弊分飞的呢 这可是涉及到定罪量刑的关键问题 而要把这个问题查清楚 无疑是最难的 因为甘肃 即使有说的 也只是承认 历年 办理震灾的时候 有以轻暴重 户口 以少暴多的情况 一旦涉及 冒震舞弊的关键 这些人 要么就沉默不语 要么就说 这些暴灾得来的钱 其实还是办了 为老百姓修桥铺路的公益事业了 就这样 审问多日 竟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结果 案件的调查 又陷入了僵局 谁也没有想到 最后打破这一僵局的 竟然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高兰县 护房的疏力 高兰县 护房 一个小小的疏力 又是如何使案件的调查 向前推进 直至取得重大突破的呢 我们下集接着讲 观众朋友 甘肃捐奸冒阵 历时七年之久 全省官员身陷其中击重难返 面对事情真相 乾隆皇帝却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他会把甘肃的官员都傻光吗 明天同一时间 国家行政学院焦力为您讲述 清朝集体摊死第一大案 第七集 全部拿下 明天丰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